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9月27日 星期五 欢迎收看今天的美加快讯 本周三 加拿大BC省突发4.0级地震 打破了平静的夜晚 凌晨4点多 居住在温哥华及周边的居民们从睡梦中被震醒 纷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 形容那几秒钟的震动如波浪袭来 尽管地震时间短暂 但足以让许多居民惊魂未定 在社交平台上 不少温哥华的网友纷纷分享了震后的感受 睡得好好的 突然感觉整栋楼在晃 一名Richmond的居民在小红书上发帖 温哥华刚刚地震了 住在阿伯茨福德的我一觉醒来 公寓在摇 狗狗都吓坏了 另一名网友如此写道 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称 这次地震发生在维多利亚海岸 震源深度约为52公里 虽然震级不算大 但由于震中较深 影响范围广泛 温哥华 大维多利亚地区的很多居民都感受到了震动 BC省紧急信息中心也第一时间发布消息 虽然这次地震并未造成财产损失或人员伤亡 但大家还是要警惕 如果再有震动 请记得蹲下 找掩护 地震的突如其来让不少人感到措手不及 但幸运的是 温哥华的建筑并未受到影响 列志文的凯莉描述了她的震后情景 我整个房子都在晃 虽然持续时间短 但真的把我吓到了 温哥华市中心的居民也表示 家里的吊灯都在剧烈摇摆 狗子被晃得瑟瑟发抖 尽管这次地震属于独立事件 没有余震的风险 加拿大自然资源部的地震学家科林保罗提醒道 虽然这次地震没有引发任何灾难 但这种规模的地震每十年才会发生一次 大家还是要保持警惕 随着BC省最近启用了地震早期预警系统 未来有可能为5.0金以上的地震提供宝贵的10秒预警时间 不过 这次地震级别稍低 预警系统没有处罚 温哥华的居民们虽说这次没有造成损害 但咱们还是要做好防震准备 毕竟地震无偿 安全第一 五角大楼周一说 美国将向中东增派少量部队 由于以色列和黎巴嫩 珍珠党之间的冲突升级 增加了更大区域战争的风险 五角大楼发言人莱德没有透露增派多少部队或他们的任务是什么 美国目前在该地区有大约4万名士兵 莱德说 鉴于中东紧张局势加剧 出于谨慎考虑 我们将增派少量美国军事人员 以加强我们已经在该地区的部队 但出于行动安全的原因 我不会评论或提供具体细节 此前 以色列军队对黎巴嫩境内的目标发动了大规模袭击 造成数百人死亡 以色列正准备开展进一步的行动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周一在一段录像中警告黎巴嫩平民 在空袭扩大之前撤离家园 以色列战机仍在继续袭击黎巴嫩南部和东部的真主打目标 据美联社报道 周一 杜鲁门号航母 两艘海军驱逐舰和一艘巡洋舰从维吉尼亚州诺普克出发 前往欧洲的第六舰队地区执行定期部署任务 如果发生更多暴力事件 美国有可能将杜鲁门号和部署在阿拉伯湾的林肯号航母 同时留在该地区 美国官员说 预计将很快就林肯号是留在中东还是继续前往亚太地区做出决定 近年来 在中东同时部署两个航母战斗群的情况相对罕见 但随着以色列与伊朗支持的哈马斯和珍珠党之间的暴力冲突加剧 拜登政府已数次命令美国海军让这两艘航母及其军舰同时部署在该地区 副总统贺锦丽位于亚利桑那州坦佩市的竞选办公室 周一遭到枪击破坏 建筑物大门及窗户上留下多个弹孔 所幸事发时正值深夜 屋内无人 因此没有人员受伤 而就在几天后 贺锦丽就将前往亚利桑那州参加竞选活动 坦佩警方在声明中表示 他们周一接到报警 并确认该州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竞选办公室遭到了枪击破坏 据现场视频显示 竞选办公室窗外当天传出枪声 办公室的玻璃大门 玻璃窗有多处弹孔 据悉 该办公室由亚利桑那州民主党和贺锦丽竞选团队共同使用 是贺锦丽竞选团队在亚利桑那州的18个办事处之一 事实上 这是该办公室近期遭遇的第二起犯罪行为 此前的9月16日 该办公室的前窗曾被疑似BB枪或弹丸枪击中 目前 警方仍在调查这两起事件的犯案动机 尚未逮捕任何人 不过以采取措施加强该区域的安全 贺锦丽预计本周五到亚利桑那州造势 消息人士透露 他此行可能会造访边境 此外 坦佩是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所在地 拥有约5.7万名学生作为一个关键选区 这些学生的投票可能会对11月大选产生重要影响 在2020大选中 总统拜登曾以只有约1万票的微弱优势拿下该州 周三 人民币延续升值势头 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在亚洲交易时段升破7关口 自去年5月以来首次重返6区间 北京时间周三上午 反映国际投资者预期的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破7关口 时隔16个月重回6区间 当天的汇率最高点已经较7月的最低点反弹约4% 再按人民币方面 当天的人民币对美元及其汇率盘中最高升至7.0318 收盘报7.0385 同样创下去年5月以来的新高 市场分析指出 随着联储未来持续降息 美元走弱 人民币仍有升值空间 而从中国国内形势看 人民币汇率稳定仍有坚实基础 加拿大联邦环境部长吉尔伯特确认 联邦政府无一暂停对碳排放税的上调计划 他在接受CTV的权力游戏节目采访时表示 备受争议的碳税仍然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必要措施 政府绝不会放弃在4月1日提高碳税的计划 吉尔伯特说 2024年已经成为因气候变化导致环境影响最为严重的夏季年 因此我们需要继续采取行动 否则永远看不到尽头 今年4月碳税从每吨65元上调至80元 这使得司机在加油时每升油多花3.3分 根据联邦政府的目标 碳税将每年上涨15元 2030年达到每吨170元 该政策一直是保守党攻击自由党的主要论点之一 反对党领袖伯利智多次呼吁废除碳税 伯利智表示 保守党正在推动通过对政府的不信任投票 让加拿大人尽快在选举中表决碳税问题 这项投票将于今天在下议院进行 此外 多数省份的省长已经对碳税提出了强烈反对 最近 新民主党领袖藏缅成也暗示他可能会与碳税政策拉开距离 他表示 新民主党正在制定一项气候应对计划 不会将负担转嫁给工人 但他并未明确表示 他的计划是否包括消费者碳税 正处于省选中的卑诗省新民主党省长尹大卫也表示 如果联邦政府取消对碳排放征税的要求 他将取消该省的消费者碳税 另一方面 部长吉尔伯特称 如果有一种更有效的替代措施来应对气候变化 不会给纳税人带来成本 同时还能帮助政府在2030年前减少加拿大整体温室气体排放的10% 他会立刻采纳 当被问及碳税仍然无法阻止阿省每年的野火时 部长表示碳税不是万能药 政府还有其他很多措施 包括鼓励电动车 投资电力 投资公共交通 但是我们还有更多要做 才能要实现2030年的减排目标 他还称 数据证明 我们可以做到 经济增长的同时 污染排放量下降 这是过去50年来的第一次 当问到2030年之后 碳税是否会继续增加时 吉尔伯特承认 有可能不再需要继续上调 加拿大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弗里兰表示 绝对考虑效仿美国的做法 禁止来自中国或俄罗斯联网汽车的硬件和软件 弗里兰在首都沃泰华说 我们的政府已经明确表示 我们非常认真的对待中国有意造成的产能过剩 我们也非常认真的对待来自中国的安全威胁 当被问及加拿大是否考虑采取类似行动时 弗里兰说 简短的回答是 绝对的 他补充到 更长的答案是 我们的政府已经非常明确地表示 我们非常认真的对待中国有意造成的产能过剩 我们也非常认真的对待来自中国的安全威胁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果断地对中国电动汽车 中国钢铁和中国铝产品征收关税 美国商务部周一发布的声明表示 之所以采取这一行动 是因为某些源自中国或俄罗斯的技术 对美国的关键基础设施和联网汽车的使用者 都构成了不应有的风险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表示 此举也是为了保护美国公民的隐私 美国商务部称 新规定将适用于轿车、卡车和公共汽车 但不包括不在公共道路上使用的农用车或矿用车 该声明指 软件禁令将从2027车型年开始影响相关车辆 而硬件禁令将从2030车型年开始影响相关车辆 加拿大总理杜鲁多上月宣布 从10月1日起对所有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 征收100%的关税 而美国此前也采取了同样的措施 杜鲁多还宣布 加拿大将对从中国进口的钢铁和铝产品 征收25%的附加税 从10月15日起生效 本月早些时候 中方向世贸组织投诉 加拿大对中国电动汽车钢铁和铝产品征收关税